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在武汉认识的小网友 他带我出来买点东西 我想买一个游泳眼镜 做护目镜 在超市还可以买东西 打个招呼 武汉当地的一个大商超 还有一个小时就关门了 东西还是挺多的 没看出有多好 就这么集中 其他地方基本没人 人都集中在卖菜 卖水果卖肉这个区域了 菜价这算是可以的吧 铁棍山药 白萝卜 豆角 前两天他出门的时候 在一个大超市 10点钟开门 10点点5分 菜就买光了 但是看样子补货的补的不错 水果都还有呢 这是啥 这是个鸡还是个鸭 这是个鸭吧 这算野味吗 猪肚背盒65 鸡赤根19块 储备冻肉熟饭 土花肉19块钱吗 这师傅正在给这只猪做美甲 这个肉价你们自己看啊 因为我平时不做饭 我不知道肉价应该是多少 看着我都想吃火锅了 我来这两天天天天吃便利店 惹心死我了 这些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我得买个牛奶 我爱喝牛奶 回去充蛋白粉了 我就怕没吃了 我都带了一桶蛋白粉 直接充水也能喝 这位大叔没戴口罩拿围巾凑回去 大米也很多 不用强大米 大叔客户部 看来有些人是乘堆乘堆的往回买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场到底要被封城封多久 多存点也没换成 智林姐姐 小药店 但是这个摊也是关了 好多药店都关了 也不知道是为啥 反正吃饭的地方基本上都不开 这陈明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武汉人 他还是武汉消防宣传工艺大使 在电梯里突然碰着一个熟人的脸 感觉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来武汉我也不敢联系的 你说人家有老婆有孩子的 漂亮 有时候推着 再说个 Christmas 看来 今天到老婆 都学着我 这是吗 轴得